那之前我想請你先做一件事情 來 你面對大家 好 那你靠近他 然後貼自己 你在家裡會不會很大 對 為什麼呢 除非那隻狗狗是巨型犬或是大型犬 不然你再怎麼樣你的身高 就像這一位同學那麼魁舞 他都比我還高了 他一定會害怕 狗狗一定會害怕 他會覺得說你要幹什麼 所以呢 我們要把身高蹲低 然後呢 接下來要對狗狗釋出善意 那我們把手舉起來 輕輕的握拳 然後 不是揍他喔 給他吻 你靠近一點啊 他吻給我 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然後給他吻 那我問給他 怎麼會呢 對 狗的嗅覺很靈敏 基本上你做過什麼事 狗都知道 好 那他假如說沒有抗拒你 他還聞著你之後 代表他是友善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摸狗狗了 可是呢 有幾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是 請不要摸他的屁股 有很多人喜歡去拍狗狗的屁股 或是拉他的尾巴 或什麼東西 這個都是錯誤的 我們千萬不可以摸狗狗看不到的屁股 因為他會嚇到 那能不能直接用手